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和大家看一個大陸的資訊 這個資訊可能大家最近都有聽過 就叫做樓市職業背債人 即是這班人是負責和你什麼數 到底是什麼事呢?我們一起看看 其實這個職業對大陸的危害性是非常之大 現在網傳大陸賣樓的人 大批量地找這些幫人背債的人 即是說找過一些雇到今日又雇不到明天的人 屋主就將不要的屋賣給這些背債人 而這些背債人在銀行貸出來的按揭款 就給屋主了 那這些屋主就要賠一個首付出來的 賠一個首期啦 那一般還要再倒貼10萬左右給這些背債人 那這10萬都是包括給那些中介的好處 現在的規矩就是要負責幫他們給一年的房貸 那這些背債的人有了樓就會將裝修貸信用卡等等 全部遮債的 那到手一共就有幾十萬啦 那房貸一年之後就會斷工 那有些快的就會幾個月斷工 那其實這一個消息的可信度有幾高 操作性有幾強呢 如果將這件事我們當成是之前我們同大家所講過的網貸 是集體玩網貸不還錢這件事呢 那其實你就知道這一個情況是經常都有發生的 那一方面樓價下跌啦 二手樓其實沒有流動性的 在大陸來說呢 你搶賣二手樓是好難買得出去的 另一方面經濟壓力又大 失業人數又增加啦 那供著樓的人呢 其實面臨著一個斷工的壓力的 那在這一種情況之下呢 其實供著樓的樓永遠都怎算呢 那還有另一種結局的 那就是你層樓斷工就等著被法院拍賣 那起泊價呢就會打七折 樓泊之後呢就再打七折 那樣呢 你賣不到的樓就半價出售 不單止沒有了首付、利息、樓價損失 甚至乎呢 來銀行也都會起訴自己的 那裏十幾萬的律師費呢 你亦都是要拿出來的 還有一個點呀 就是你個人呢就登上這個信用黑名單 你就會告別現代生活啦 你就不能夠用這些APP去付錢 電子支付跟你無關 然後你坐車呀各方面都好不方便的啦 那另一種方式呢 就是將這些樓賣給職業背債人 自己就損失了個首期、利息和給點好處的人啦 那總算就可以將層樓賣了它啦 自己呢都不用上這個徵訊黑名單 那儲兩年前生活就重回正軌啦 那相比之下呢好似賣樓給這些職業負債人是更加之好啊 因為樓賣樓呢是有動機賣這些樓賣給職業負債人的嘛 那對於這些負債人來講他們可以得到些什麼呢 那其實呢這一班人啊 他們本身就是社會底層來的啦 又沒什麼好的工作啦 那一個月的工資就那兩三千 根本就看不到希望啦 那現在呢可能部分人連工都沒有的 更加呢不知怎算好 但是這個時候突然有人跟他講啦 現在有個機會呀可以幫你找到幾十萬的 但是代價呢就是你要做老賴上黑名單 之後不可以在銀行貸款不可以坐高鐵不可以坐飛機 很多人願意做這些事的 至少呢以前搞網泰那班人呢是毫不猶豫地答應的 也就是說呢在大陸社會那裏有不少人啊是願意做職業負債人的 那還有一點啊 那因為呢之前也都有很多人看過啦 三和大臣啦 其實以前呢三和大臣啊 也都是這些呢 那樣的職業負債人批量生產出來的地方啊 那對於中介來講是有什麼好處呢 那中介來講呢其實就是賺錢啦 那這些貸款呀或者是去哪些銀行搞事呀 他們好熟呀幫你搞錢的話呢 其實他們自己也都會賺回個辛苦費 所以中介方面呢是非常之有動機去做這些事的 那但是啦這一種操作可不可行呢 這一類這樣的職業負債人 還可不可以用銀行搞到房貸和層樓可不可以搞到裝修貸和各種的往貸呢 那職業負債人呢是有一個前提的條件的 就是他的徵訊方面要過到關啦 只要徵訊過關呢 那些什麼銀行流水呀 收入證明呀 全部都可以操作的 那其實當年呢也都有很多神奇的玩法啦 就趕那些農民呢 入城上樓的 譬如大蒜就用來頂了個首期 西瓜頂首期等等 那這些呢都是想你可以上樓的 那當年這些農民呢都沒有什麼銀行流水的 那個首期呢也都是湊出來的 那最後他們怎樣貸款呢 那就會提前佈局的 那中介呢就會將這些職業負債人的身份證和戶口簿扣了一扣 然後呢就做半年的流水 做各種增加信用的動作 最後呢就會符合銀行的標準啦 總之呢在刺激這個房地產的大前提之下呢 職業負債人在銀行搞到房貸就不難的 那名下有樓之後呢 職業負債人再去平台搞裝修貸信用卡 亦都是一個好成熟的產業鏈來的 操作上面都不難啦 那但是啦 樓爐其實這樣做呢 花不花算呢 那其實原來呢 現在大陸呢 二手樓的價格呢 是嚴重失增的 那官方價格呢 是高過實際價格的 譬如呢 他說有一層樓前兩年的價格 是兩萬一千元人民幣一平的 那現在呢 雖然沒什麼點跌啦 但是就賣不出去啦 而且最近的成交價呢 亦都是一兩年前 所以銀行系統的股價呢 亦都是相差無幾 但是啦 如果你是樓爐的話呢 你是想要買層樓出去 可能你要賣到一萬元人民幣一平 你才賣得到喔 就是這樣計一計呢 就是説一百平米的樓 價格就二百一十萬 按照三成首付計算啦 可以在銀行那裏呢 搞到一百五十萬的房貸 但是樓爐呢 就用一百五十萬的樓去貸款 還要還銀行剩下的貸款啦 那再計一下其他成本啦 譬如中介費 同職業負債人的好處費 一共十萬 首付款五十萬 兩年房貸利息十萬啦 那其實這樣計呢 就差不多虧了七十萬啦 那對比一下啦 如果是被法院拍賣的話呢 那這些樓爐呢 只能夠得到一百萬的法拍款 那這一百萬的法拍款呢 連銀行剩下的房貸都不夠還啦 再計上律師費 訴訟費十萬 首付五十萬兩年 房貸的利息十萬 即是説這些樓爐呢 是法拍屋的時候就會虧了一百二十萬啦 那所以呢如果純數字的計呢 找這些職業負債人去接盤呢 樓爐就可以虧少五十萬啦 而實際樓價跌得越多 樓爐呢 可以省得到的錢也都越多啦 所以呢 這些這樣的職業負債人呢 是越來越熱門啦 如果樓爐買的樓價低些呢 然後個房屋的平價做高些 這樣一來而去 樓爐不單止不會虧錢啦 最後手裏面呢 可能還會有個一二十萬啦 那所以呢 有不少樓爐是願意這樣搞的 那這裏呢 我不知道你明不明啦 就是説啦 原本自己層樓買回來好便宜的 那但是現在呢 銀行股價高了啦 那賣給那些職業負債人的話呢 還有中間差價可以賺回錢啦 他還説 如果覺得不化算啦 還可以同職業負債人傾條件啦 譬如啦 不給好處費 甚至乎呢 他那幾十萬 他自己搞出來網貸那幾十萬啦 分一部份給自己 那當然啦 還有另一種可能啦 就是樓爐呢 自己做職業負債人 自己抗累的同時呀 亦都幫人頂買呀 正所謂呢 反正都付開債啦 就不怕多少少啦 那這些人呢 就會將一層樓做二次抵押 那全部貸款貸一圈 最後自爆做老賴啦 甚至乎呢 有人挺而走險啦 將整件事呢 造成一個產業面呀 自己在裏面抽成呀 那其實現在這樣同大家拆解完呢 那那個玩法都幾多的呀 那所以呢 如果樓市的價格下跌的話呢 那這些那樣的有毒資產呢 在迅速傳染的表面上 你看下去可能的風險可控呀 但其實一早已經蔓延了啦 那放寬信貸條件降低房貸門檻呢 可能還未將樓市刺激到 反而令到這一班人呢 有機可乘 將這些毒資產周圍賣出去 還有啦 你開放二套房三套房的限制呢 尤其是金融領域的限制呀 就會令到這些職業負責人更多玩法 是加劇金融風險呀 如果是經濟不樂觀 和樓價泡沫大的現實情況的話 這類金融政策可能會被人用來套利呀 是將這些風險呢 扔給金融系統呀 而風險不會消失啦 其實只是轉移呀 那其實就已經講緊呢 它是等於呀 將這些這樣的資產打包 賣光出去呀 還有個再極端的例子呢 就是它們可能打包了這些這樣的東西之後呢 它就趕快拿夠錢 逍遙快活或者去了第二個國家 你根本追都追不到它 因為它已經不是老賴啦 是夾了一筆錢走路啦 好啦那今集呢 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 下面留言啦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